如果你非要说我用一个字一个词 告诉大家答案的话 我说这个词就是 熬 可能我会得罪很多的 搞心理咨询的人 我们家那个猫小布 问了我一个非常有气的问题 他说他最近一直心理上 好像萎靡不整吧 所以他找到很多的咨询师 找了各种人去解决 最后都没有解决他的心理问题 所以他想问 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猫 出现心理问题以后 靠什么东西去解决 才是有用的 那我想他说的当然就是 解决的方式非常多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经常说的 我们去找心理咨询师 我们去找一个信仰 或者我们去找到某一种哲学 等等这些都是解决的方式 那我就在想 到底当我们出现心理状况的时候 如何才能走出这样的这种困境 或者误区 我当然我不是心理专业的人 但是我想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的这个人生 那人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当我们试图从根本上去解决 人的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根本本身 这个究竟本身 也会成为了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说的心理鸡汤一点 我们面临人生的问题 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去躺平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说法 又能不能安慰我们呢 比如说我说我今天失业了 我没有工作了 我的心理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导致的 那我如何去解决我的心理问题 其实很好解决啊 如果这时候啊 我突然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业收入是吧 一万块钱以上 那我的问题就OK了 就解决了是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很多时候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不是说你想去找工作 你就能够找到一个 你能满意的 或者你找到一个工作以后 这个工作 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这个意义感 在工作当中啊 你的工作的事情本身 工作当中与人际的交往本身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苦恼和困惑 所以当我们试图一劳永逸的 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就我而言呢 我为什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我也一直在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 曾经我也是从信仰里面试图找到安慰 当然我仍然相信 信仰本身是一个最终极的安慰 但是呢 你的信仰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这个挣扎 充满着怀疑 充满着困惑的一个过程 因为信仰本身并不是 你把任何问题都想得一清二楚 你才能够信他 反而是我们恰好很多问题 我们没有想清楚 我们才能交托给他 但是当你把你的生命 交托给某种信仰的时候 你就等于说你要听命于信仰的安排 那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信仰可能会解决 你的某些方面的问题 因为它会带来你的生命的力转 一方面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 你可以完全地接受 降临给你的东西 包括你的苦难本身 你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 但更进一步的 你会更深层次地反思 就是说可能就是我命该如此 我就是这命 每个人的命 你遭遇的东西跟别人 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这样的事情 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可能你想去抵挡 你抵挡不了 你想去逃避 你逃避不了 那么怎么办 你只有怀着一种全然肯定的心态 去完全地接受它 这对你来说 就是人生的一个成长课 就是你的挫折课 就是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 就给你打趴下了 就给你打得一节不整 但回过头那你要想 又怎么样 可能几十年过后 你再想 那这一生所有这些走过的道路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 别人不可能复制你的道路 我们当然可以凌年献余 我们可以羡慕特别多的 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的人 但是我相信幸福并不是晒在表面上的 它是你的一个内心的某种最本真的 只有你自己才能清楚的一种体验 那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 但是信仰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的成长 就是你的信仰就伴随着你的成长 所以说当你说信仰能够终极地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信仰恰好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天路立场 它就已经表明 你不可能是信耶稣得永生 在信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躺平了 你就可以解决你的任何问题了 恰好是说 你在面临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坚定你所信的东西 那么心理咨询呢 我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出现很多问题 就去找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师 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疗法 老师说 可能我会得罪很多的杂别人饭 搞心理咨询的人 我仍然认为 心理咨询也不能根本地解决人的问题 它可能会暂时地解决 去调整你的一些心态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的处境本身 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停留在表层的 更何况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心理咨询 是鱼龙混杂的 很多他没有经过很好的一种检验的东西 那我认为呢 真正的这个合格的一个心理咨询 药模式它完全地走向一种科学化 就是胡萨尔他们后面所批判的 那种自然主义的怀源 就回到你的一种生理机制 你的认知功能 然后通过这些东西呢 去解决你的问题 包括你比如说得抑郁症 或者得什么 你可以去吃药啊 这些就是纯粹的一种科学化的解决 认知心理学啊 我们的这种神经学啊 等等生理学什么都有很多的 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了 这是一个维度 那很显然这个维度为什么一直受到哲学家的批判 就说明因为人的自然层面的东西 和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或者自由层面的东西 它还是有距离的 真正的一个心理专家 要么你就在认知科学领域 你有很深厚的积累 那可能对在某些方面 还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 但我要强调的是 仍然不是根本上的东西 如果是根本上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又回到人是机器了 第二 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心理专家 那么也许你要有深厚的一种哲学的一种积累 因为哲学是对人是什么的一种 永不停止的省察和追问 所以说你需要有一种相当的哲学的一种功底的积累 可能你才能够洞察 人性方面的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根据他的情况 提出某一些解决的一种建议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心理专家 我认为是两不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当然我是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心理专家 很多的心理专家 也是因为他心理本身出了问题 然后呢去解决自我问题寻找的过程当中 他成为了一个专家 那因此呢 当我们说我们想通过某种心理咨询 就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 那可能也是一种思维的难度 情感的一种依赖感 精神上的一种难度 一种行动上的难度 仍然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那么我刚才说 那哲学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这不多年 我一直在思考哲学问题 哲学本身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哲学 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哲学 不管它是思潮还是牛派 就说明每一种思潮 它都不具有一种终极性 很多的哲学家都会说 我是一股脑的 一锅端的解决了 之前的哲学家 所有没有看清的问题 更何况哲学是什么 哲学的本性就是 不是解决问题的 哲学的根本的本性是 制造问题 提出问题 这是哲学 哲学它没有解决问题的一种义务 尤其是没有解决人的这种具体的 生存问题的义务 哲学书到底 它不关心生存问题 它是关心的一种 人的根本的问题 换言之就是 当你进入哲学领域以后 你对于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些问题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题 那些问题可能是一个动物性的问题 它与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那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说 那哲学家当然也会有各种问题 而且甚至在哲学家的身上 那些在一般人身上的这些问题 在哲学家身上 它会更加的凸显 更加的放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想说也许 我带着想要解决我的具体的 心理问题 去咨询哲学家的时候 我的这种提问方式可能就错了 问题不管你解不解决 它永远都在那里 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问题 这就是人生 那我刚才说到从信仰的层面 从哲学的层面 从科学的层面 可能最终都没办法 终极以上的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就放弃了解决问题本身 但是这种放弃并不是说是 我就躺平了 我就无所作为了 我仍然是在探寻 仍然是在去思考 认真的答案 我仍然是要根据 我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处境 这个处境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的东西 你想具备具备不了 我有时候跟一些小伙伴说 有一个小伙伴说 哎呀 我很向往这个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或者哲学家 因此呢 我也想像你一样 每天都能够看书写作多好 我说好啊 可以啊 你来看吧 看那两天 他说不行不行 我还是宁愿去打工去 我觉得那个东西更好 还有一种能是什么 哎呀 我觉得当世俗的人 特别的快乐 他们又能够迎来送往 又能够如鱼得水 又能够去寻找各种资源 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世俗的人 你想学那种世俗 也学得不像 你一旦想成为一个世俗的人 你可能因为这个世俗 你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因为你进入到一个 算计的一个舞台 你又算计不过别人 我们永远不要去做 我们不擅长的事情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只能沿着你的一种 被规定的这个道路 然后去寻找如何去规定自己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 人生的辩证法 在很多时候 人生的问题 其实没有终极的解决 如果你非要说 我用一个字一个词 告诉大家答案的话 我说这个词就是熬 就是忍耐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性格 性格才生盼望 就是熬就是忍 但是我说的熬 并不是说是你无所作为 而是说你在熬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一直是在什么呢 不断地去判断和矫正自己 不断地去回归到自己的一种 到底应该做什么 然后根据你的当下 去采取对你的当下而言 最合适的行动 也许这个行动在别人看来 或者在你看来 好像有多少的挫败 但是你就得做这个事情 你不去完成当下这个事情 你就不可能进入你的下一步 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种 大的一种环境之下 我觉得你该熬 在熬的过程当中 磨练你的心性跟意志 然后去磨练你的眼光 去寻找你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 每个人可能你最终找准方向 都是要走过很多的糊涂路 走过很多的弯路的 没有什么捷径 就属于你的道路 属于你的九九八十一难 当然也属于你的福分 你逃避不了 别人也给你带不走 我今天讲的好像就是 太过于心理忌惨了 我也不希望大家 从我刚才的这一番话当中 好像就解决到你们的问题 我不负这样的责任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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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